她拎着刚买的东西走进电梯准备回家 四个小时后 她的丈夫也出现在电梯里 然而监控中的画面是这对夫妇最后的身影 大家好 我是瓦皮 这对夫妇已经失踪了八年 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我很早就关注这个案子 并且一直关注她进展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位女士名叫崔晨熙 是一名话剧演员 她的丈夫名叫全敏根 经营餐厅父母早年离异 2015年11月 两人结婚 居住在韩国第二大城市 釜山市的一栋公寓内 他们的公寓位于闹市区 四周建筑密集 这对夫妇住在这栋大楼的第15层 2016年5月初 崔晨熙上身边人宣布自己怀孕了 5月27日 周五晚上10点多 崔晨熙结束了对孩子们表演课程的辅导 她先开车去买了些食物和日用品 然后开车回家 监控画面显示 她走进大楼电梯 左手提一个大袋子 右手提红白黑三个小袋子 其中红色是辛拉面 黑色小袋子里是纸和牛奶 第二天凌晨3点45 刚和员工喝完酒的全敏庚 也走进公寓电梯 她还脱下帽子 似乎照照镜子 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们 5月28日下午 全敏庚给合伙人发了一条短信 表示自己没法去饭店 同一天的深夜 剧团的助理导演 突然收到崔晨熙的短信 说她无法参加第二天的演出排练 5月29日 全敏庚在傍晚给合伙人打了电话 说自己大概有一两个月不能去饭店 并把存放在她那的现金流水 都转给了合伙人 让她用于经营开销 之后合伙人表示 全敏庚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仿佛两天没有睡觉 5月30日 周一的下午6点20 崔晨熙的同事也收到一条短信 但同事觉得 这条短信的语气 不像她本人那么随和 而是很公式化 短信里说 发生了像上次那样的事 不能和大家再联系 这应当是指过去 她曾过量服用精神的药物自杀 最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5月31日 崔晨熙所在剧团就要公演了 但她依然消失 电话打过去是关机 当天上午10点57 剧团男同事终于找到全敏庚的电话 并发了消息 全敏庚立刻回电话说 妻子又吃药过量了 无法演出 她还声称 自己前一天还陪妻子去医院看病 她现在没法接电话 当同事想要追问时 全敏庚挂断了电话 但是警方后来发现 附近医院都没有崔晨熙那天的就诊记录 而手机信号显示 全敏庚那天都在公寓楼附近 2016年5月31日 全敏庚附近试图联系儿子儿媳 给他们送一些营养品 却始终找不到他们 她担心出事 选择了报警 5月31日晚上 消防队员赶到夫妇俩的公寓 强行打开了门 他们发现家里到处是狗的粪便 崔晨熙爱狗如命 但是那条刚做完手术小狗 却被她独自留在家中 因长时间没有东西吃 十分虚弱 而且崔失踪当晚买的食物 还缘分不动的装在塑料袋里 连牛奶都没有放进冰箱 水槽里的脏碗没有洗 垃圾没到 衣服还晾在外面 看起来夫妻俩不像是有准备的立家 警方在家里没有找到遗书一类的文字 也没有发现争吵打斗留下的痕迹 在这栋隔音很差的公寓楼里 邻居当晚也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 警方搜查家中发现夫妻两人的手机 护照 钱包和笔记本电脑都不在了 那么他们有可能是匆匆忙忙的出门了吗 警方查看了电梯的监控录像 却惊讶地发现 只有他们回来的画面没有下楼的 夫妻俩出门必用的小车 也依旧停在平时的车位上 而大楼附近的监控里也没有两人的声音 如果他们没有离开公寓 会不会还在大楼里呢 警方搜查整栋公寓楼 包括屋顶水箱也没有找到他们 两个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 在经过多次实验后 警方找到一条可以避开所有监控 离开大楼的路径 但是这条路径特别复杂 需要先从15楼走紧急楼梯下到1楼 翻过一座矮墙 然后一路贴着墙走 也就是说 这对夫妇或者带走他们的人 必然是一路刻意躲避监控 由于两人的护照不见了 警察也调查了海关出入境记录 但没有发现两人离境的记录 2016年6月2日 也就是两人消失6天 警方介入3天后 全敏根的父亲突然要求警方停止找人 因为他声称儿子发来了报平安短信 警方发现全敏根的手机 于6月2日上午8点48 也就是给父亲发的消息 不久后就关机了 最后的信号 在公寓东北处20公里处 而崔晨熙的手机 则在6月2日晚上9点54关机 相差13个小时 但奇怪的是 他的关机信号 在几百公里外的首尔市江东区 这么多年过去了 虽然崔晨熙的父母一直给他手机充值 但两人的手机再也没有开机过 他们也没有使用过交通卡或信用卡 没有支取过银行里大约十几万人民币的存款 警方在寻找这对夫妇时 听到许多人都提到同一个人 张美珍是全敏根在高中时的初恋 和他情感纠葛颇深 全敏根原本在大学里主修音乐 并在乐团中演奏 却因为听张美珍的话退出乐团 开始从事餐饮业 有两人的朋友称 他们当时的关系接近主从关系 据熟人的说法 因为双方的父母反对 他们便分手了 但两人都很伤心 2004年与全敏根分手后 张美珍火速和其他人结婚 但一个月后 他的新婚丈夫发现 他出轨前男友全敏根起诉离婚 婚姻失败张美珍纠缠全敏根发泄情绪 而全为了躲避他 竟然在生母家藏了整整一年 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大约在2006到2007年间 两人又复合了一段时间 并再次分手 2008年左右 张美珍认识第二任丈夫 与之交往 2012年张美珍再婚 并于2014年 与丈夫前往挪威定居 后来在那生了一个女儿 但2015年3月5日 张美珍出生不久的女儿 在挪威去世 死因未公布 此后张美珍变得有些疯狂 她开始给朋友发奇怪的短信 说她人生变成这样 全都是全敏根的错 她要求全敏根支付巨款 将孩子冷冻保存 以便未来将她复活 2015年9月 得知全敏根很快要结婚的消息后 张美珍更加愤怒 给崔晨熙打电话威胁道 如果你们要结婚 我不会放过你们 我会杀了你 崔出于害怕 换了手机号码 焦虑症和抑郁症也加重了 两个月后 全敏根和崔晨熙的婚礼如期举行 并在婚礼现场安排了保镖 全敏根对父亲说 你不知道她有多可怕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 全敏根和这个自己害怕 急恶的前女友又恢复了联系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 在夫妻俩消失的时候 全夫第一时间就怀疑和张美珍有关 那么远在挪威的张美珍 有作案的可能性吗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在这对夫妇消失那几天 平时住在挪威的张美珍 刚好生在韩国 崔晨熙于2016年5月5日 对亲友宣布怀孕 而差不多就在那两天 张美珍便独自入境韩国 她的挪威丈夫 则比她晚一周也到了韩国 他们原定6月20日返程 却在6月7日改签了机票 提前回去了 张美珍在韩国这个月里 没有人知道她到了哪 做了什么 她从未使用信用卡消费 也没有回家居住 也没有酒店入住的记录 她自称此行 突然回到韩国目的是悼念女儿 她也全盘否定了 自己和全敏根的恋爱关系 以及自己威胁过崔晨熙的事情 但在韩国警方的眼中 她的话并不可信 此外 全敏根的父母也很古怪 自从6月2日收到儿子短信后 他们便停止寻找儿子 并拒绝让媒体公开儿子照片 还说儿媳有可能是自己去了寺庙 直到2019年 他们才允许媒体公布儿子长相 而崔晨熙的父母 一直坚信女儿不会离家出走 韩国警方于2017年3月 向国际刑警组织发红色通缉令 要求引渡张美珍回韩国接受调查 但张美珍主张 自己才是全敏根谩骂和攻击受害者 并请了律师 希望法院能驳回引渡提议 就在法院审理此案期间 张美珍通过人工受亲的方式 再次怀孕了 2018年10月 张美珍生下一个孩子 12月2日对张美珍的审判开庭 三天后 挪威法院宣布 拒绝将张美珍引渡回韩国 这个消息让韩国警方措手不及 失踪的夫妇还活着吗 在他们失踪那一晚 以及之后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目前主要有四种假设 假设一 全敏根和崔晨熙夫妇 得知张美珍回到了韩国 内心非常害怕 为了永远逃离她的骚扰 不惜抛下一切 隐形埋名 假设二 张美珍和挪威丈夫 在全敏根和崔晨熙回家当晚 就把他们都杀了 然后抛尸 假设三 全敏根和张美珍联手 把崔晨熙杀了并且抛尸 此后 全敏根自己也被害 假设四 崔晨熙回家时 被张美珍杀了 全敏根回到家后 张美珍逼迫她 和自己一起处理尸体 并在之后将她也杀了 每种推论都有和事实证据 不那么契合的地方 这导致整个案子迷雾重重 或许这也是本案 如此牵动人心的原因之一 你更相信哪个假设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也可以点击下方链接 阅读案件详情和我的分析